您好 今天我們為大家煮了一個叫做糖醋排骨 我們會選一斤大概一斤的五花腩 是一個冰鮮五花腩來的 大概20元左右 然後我們就會加一茶匙的鹽進去 再加點水進去 蓋過一塊豬肉 然後就是令冰鮮的水 讓冰鮮的水滲出來 令肉沒有那麼腥味 大概浸多久呢? 如果是冷的比較硬的話 大概浸15至30分鐘 浸完之後我們就會把它切開一塊塊 用廚房紙抹乾它 最重要是抹乾的 因為如果抹乾不乾的話 基本上就會不入味 除了我們會加大約一茶匙的鹽 少許的胡椒粉 大概醃大概15至30分鐘 如果比較多時間可以用30分鐘左右 然後用手捏一下它 按摩一下它 讓鹽和胡椒粉比較入味 按摩一下它一輪 然後我們就準備這個糖醋 大概是由左邊開始 就是一湯匙的酒 兩湯匙的生抽 三湯匙的醋 四湯匙的糖 非常簡單的 大概那個份量是1、2、3、4 這樣記得就可以了 準備好就可以放在一邊 這裡沒有拍攝的 就會加多200至300ml的水 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就準備一隻鑊 放少許油 放進去煎 兩邊四邊都要煎香 逼逼油出來 煎了之後 我們再加些醋的材料 就煮它 大概你中間就要翻滾幾次 用蓋子蓋住它 因為都知道放了些糖 會比較容易焦 所以就不容易偷懶 就要中間不斷地翻滾它 我就大概煮了 你預約30分鐘左右 成品都會挺漂亮的 又不是中間不可以離開 中間都可以離開一會兒 不過不可以放得太久 好了 現在我們煮到差不多 一會兒你會發現 你看到有些筆筆泡 在那裡 就是這些糖漿開始起膠 焦糖化了 其實你會看到它會轉變 轉變 轉變 即是說那些醬汁已經掛了去 那塊肉那裡 吃的時候就會比較入味 如果你看不到那些筆筆泡 即是水很淡淡的話 其實就還未煮好了 當然有些家庭主婦覺得 我喜歡的水稀一點的 那些小朋友或者大人也可以拌飯吃的 那就可以自己調教一下 那我比較喜歡的醬汁是少一點 掛到肉裡 所以我就會煮久一點 那你見到現在都沒有了醬汁的了 那上碟很開心 很漂亮 好好味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視頻 也是很有用的話 麻煩大家給個like我 分享 點贊 還有可以給我一些comment 最重要是訂購 那謝謝你 這樣說 off pact 拍下